大家好,我是阿龍 那今天來收這個 這個是蒜苗 那這個蒜苗我準備了一隻這個 當然是可以用拔啦 我怕說這個梗會拉壞掉 所以說準備一個小棉條插下去 直接都帶上來 還不會受傷啦 看起來還蠻粗壯的喔 那一般這個蒜苗 一般我們要怎麼判斷它是老呢 你看這個長起來 這個頭啊 這個有稍微一點點 這個還OK 如果它這個明顯大的話 那個就是老了 一般我們要吃這個蒜苗 最好是差不多直直 就保持直直的 不要讓這個頭大起來 大起來它就開始老化了 這個有點 這個這樣還好 這樣還OK啦 那一般說這個 我都會準備小圓槍 就直接在這個 跟頭這邊附近 土直接插進去 當然是說有人這樣拉就好 這樣拉有時候怕會拉壞掉 所以我準備一隻這樣插下去拉起來 這樣整隻就起來了 那一般種這個蒜啊 加減這個葉子會有帶一點黃 你不要過分的黃都是正常的 啊這個黃葉啊 其實我們種蒜是肥水不夠啦 這個也會黃葉啦 還有病害產生都會 那像一般我種就是分 譬如說 看你要拉多大的排啦 我原則上我像這種的距離 我就三排齁 啊這個算 看你個人 你如果要種密一點 這個梗就小一點 那你要種這個 塊頭有一點 那你這個空間就要拉出來 啊這個塊頭才會出狀 啊我所以說我 我利用都差不多這個空間啦 應該就是 這邊到這邊四五十的空間 五十左右吧 大概在五十啦 四十五到五十 啊中間我才可以拉一排 撕回 啊不然你太密的話 這個蒜最忌諱就是 灰傷 因為灰傷這些蒜 而且在小苗的時候 你種 種起來的時候 剛好要大的時候 一受傷它就爛掉了 這個就是 一般我們肥料 少量多次 不能多 所以說中間我挖一條 勾勾 啊不能太密 你撕下去 才不會造成肥傷 而且量不要多 少量 避免說 你它大量之後 水一溶解 它很快就吸收 過量它會 肥傷 葉子會壞掉 或者會爛掉 啊像這種 還有一種情形 那我這邊種蒜 這邊種蒜 那這個拉提起來 那我中間就變成一個走道 像是凹陷嘛 啊這 你也可以利用這邊去灌水 啊把它淹 淹到這個一半就可以啊 當然你可以淹高一點OK 不過你用淹水的方式 不要淹太久啊 你那一天可能淹一天 淹過啊 然後滿了就 就不要再淹了 啊幾天淹一次 才不會造成爛 你長期淹它會爛 你看水 水氣太重 也不行 像我這個插下去 也就是 不用拉的 就是怕去摺壞它啦 所以說 小人家 啊這個齁 這樣子你看 這樣子才會過粗狀 啊 有人 欸奇怪你的蒜 怎麼 雖然不是過分的大 也是不會說太小 也是有一定的 的那個 快頭 啊有的人種 欸這個一半而已喔 啊只要你這個 蒜 它不會 硬硬邦邦就好 你摸起來感覺 用手摸大概這樣稍微 弄感覺的出來 它還是很嫩 怕 算怕也怕老啦 啊 對啦 嘿嘿 這些蒜齁 比較密的話 你發現到它 它的快頭沒那麼粗齁 那我們拿我剛才說這個 這個快頭跟這個快頭的梗就差很遠 也盡量不要太密啦 這兩顆都比較密 噢這一顆啊 含土起來了 我們來看這邊的深度 這個土到這裡嘛 跟頭在這裡 一般我們種下去的話 我都會一蓋一點 一流一點空間蓋 啊這個不能蓋太深啦 這種蓋太深 下面怕會爛 所以說一般我們種下去 蓋一點深度 不要過深 可以不停 可以不停 但是最後一邊 你要往後再去 放到這兒 在裡面 一邊 把這兒 放到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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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上 谢谢观看